以善意爱心带众生 在武汉有一处老旧的社区 那里经常会有一些黄鼠狼出没 但居住在那里的人 却从没有过要捕捉伤害他们的想法 诶 刚才是什么东西跑过去啊 不会是老鼠吧 我最怕老鼠了 那是黄鼠狼啦 啊 黄鼠狼 你们这里竟然还有黄鼠狼 是啊 我们这里经常会出现黄鼠狼 他们在这附近已经居住很多年了 天啊 你们竟然和黄鼠狼一起住 难道这里的人不会想要把他们赶走吗 不会啊 为什么要将他们赶走呢 其实这些黄鼠狼很有灵性的 他们从来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真不敢相信黄鼠狼和人竟然能和平相处 的确 黄鼠狼的确 有着相同的情感 你对他好 他自然也会对你好 由于这里的居民从来不驱赶黄鼠狼 所以这里就成了黄鼠狼的乐园 很多黄鼠狼在这里繁衍后代 妈妈 我想出去玩 不行 现在外面有好多人 你出去会有危险的 是啊 小宝 我们才刚搬来这里 虽然听说这里的人类对黄鼠狼很友好 但还是要小心点 嗯 好吧 然而这只调皮的小黄鼠狼 还是趁父母不注意时偷偷地溜了出去 哎 爸妈都在睡觉 那我正好自己出去玩玩 小黄鼠狼独自跑到了一栋公寓楼下 这里有一个大铁门 铁门和墙壁之间有一个狭小的夹缝 小黄鼠狼想从夹缝里钻进去 可是当它钻到一半时 却被牢牢地卡住了 哎 不知道门里面有什么 我进去看看 数不定有好吃的呢 这里有个小洞 正好可以钻进去 快了 马上就能过去了 真该死 怎么过不去啊 啊 我被卡住了 救命啊 爸爸妈妈 快来救我 当小黄鼠狼的父母 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后 便立刻出去寻找 小宝 你在哪里呀 老婆 怎么了 小宝不见了 我看他八成又是偷偷溜出去玩了 我们出去找找找看吧 你看 小宝他在那里 小宝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快给我出来 妈妈快救我 我卡住了 猪不来了 猪不来了 啊 卡住了 小宝 怎么这么小的缝你也钻啊 是啊 这个夹缝实在是太小了 它现在被卡得死死的 这下该怎么办才好 小宝 你不听我的 非要跑出来 现在好了 如果被坏人看见了 你可就没命了 妈妈 我知道错了 快救我出去啊 老公 这该如何是好啊 别急 我们先守在这里 免得他被人伤害 我再想想 一定会有办法的 这时候 王小姐和他的朋友刚好路过 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公寓楼下 有两大一小三只黄鼠狼 他以为他们是在觅食 哪里会想到竟然是有只黄鼠狼 被卡在了那里 糟了 有人来了 小宝 别怕 如果他们要抓你 我一定会跟他们拼命的 爸爸妈妈 你们还是先躲起来吧 万一你们被人类抓住了怎么办 傻孩子 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 是啊 小宝 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人类要是过来了 我们就是拼了命 也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你们看 那里有黄鼠狼 哎呀 真的耶 大白天的 他们竟然敢迷雾张胆地跑出来 而且还不怕人 我想他们应该是在那里找东西吃吧 走 我们过去看看 要去 你自己去 我会怕 既然小林会怕 那我们就别过去看了 走吧 到我家喝茶去 这里的居民丝毫没有伤害黄鼠狼的想法 当然 他们也没有想到 会有一只小黄鼠狼被卡在夹缝里 小黄鼠狼被困在那里整整一天 而他的父母也寸步不离地在他身旁守护了一天 傍晚时分 黄小姐送朋友们离开时 发现不远处铁门旁那几只黄鼠狼还在 出于好奇 他走过去查看 诶 那几只黄鼠狼怎么还在那里啊 是啊 真是奇怪 莫非他们几个在这里待了整整一天 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我们过去看看吧 快看 有人朝我们这里走来了 看来他们发现了我们 我们绝不能让他们伤害到我们的孩子 爸爸妈妈 我想我是没办法逃走了 你们快走吧 别为了我冒险 小宝 我们是不会走的 是啊 小宝 有我们在 谁都别想伤害你 哎呀 这只小黄鼠狼被卡住了 王姐 他们要干嘛啊 我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 难道这两只黄鼠狼一直在这里 保护着这只被卡住的小黄鼠狼 嗯 很有可能 这么说 他们俩已经在这里守了整整一天 真没想到黄鼠狼竟然也这么重感情 当然了 我不是说过吗 黄鼠狼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我们得想办法救救这只可怜的小家伙 由于那两只大黄鼠狼 守护在那里 王小姐怕被咬伤 不敢向前 于是他打电话请消防人员前来处理 这两只大黄鼠狼好凶啊 我看他们是不会让我们接近的 是啊 可是我们不管的话 小黄鼠狼是没办法获救的 不如我们报警求助吧 嗯 好啊 消防队接获报案后 很快便派消防队员前来救助 那两只大黄鼠狼似乎明白了 人类是要救他们的孩子 于是安静地站在了消防队员身旁 看着他们用工具撬开铁门 不要担心 他马上就会被救出来了 天啊 他们竟然能听懂你的话 我说过嘛 他们是很有灵性的 很快 铁门和墙壁之间的缝隙被扩大 小黄鼠狼终于从夹缝里钻了出来 太棒了 他得救了 小宝 我们一起向人类说声谢谢吧 好多宝宝 随后 这三只黄鼠狼 朝众人点了点头 表示感谢后 开心地离开了 嗯 王姐说得没错 他们真的很通人性呢 好多宝宝 最后 我们试试 好多宝宝 这三只能被很装 不顾好多宝宝 这三只能让我探索 纸一只能够好多宝宝 别碍就行 看我 好多宝宝